主料,新山楂20粒,辅量,白糖150克,麦芽糖60克,盐,水60毫升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准备好所有的食材,山楂洗净擦干水分,然后把山楂用竹签穿起来备用,锅中加入白糖,麦芽糖和水,大火煮化白糖, 然后小火熬至差不多15-20分钟,糖浆粘稠,也可以用筷子沾一下糖稀放入冷水中,尝试一下很快凝结不沾芽,就好了,关火,把锅放入冷水盆中稍微冷却一分钟,锅清鞋把山楂穿沾过糖浆,每个山楂都要沾过真云,容器底部抹油,放入糖葫芦入冰箱冷藏冰镜后食用,烹饪技巧, 除了山楂也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水果,穿成水果串也很不错哦,熬至糖稀是制作的关键,放入食材后,先要大火熬化,然后转小火慢慢熬至糖稀,把水分熬干,如果有温度计可以放入温度计,达到152度的时候,糖稀就熬至好了,没有温度计的,可以用筷子沾一点糖稀, 放入冷水冷却后,尝一下不沾牙,就可以了,沾牙的话再继续熬至一会,沾过糖稀的山楂,放入的容器中要抹上一些油,这样糖葫芦才不会粘连,放入冰箱冷藏冰镜后,糖葫芦的口感更好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